I feel like I'm losing my mind Everybody in the world line Please Lord give me a sign 工商时间97MR防摔手套帅气安全虾皮热卖中 我們在信源這裡看到小編安妮一樣 然後我們來介紹他這台Jet SR 這台的風格看起來就比較特別 他非常非常的粉 不過他這樣子的配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他是用雙色配 他不是整台車都是一個粉紅色或是桃紅色一次到底 他還是有配色跟漸層 那其實這種配色其實蠻漂亮的 小編覺得這個顏色你喜歡嗎 蠻喜歡就很少女風 很少女風 對看來他是蠻喜歡的 對女生的話自己就會比較喜歡一點少女風 那你有騎過這台車嗎 這台就沒有騎過 就沒有騎過 那這個是Magazee的後照鏡 那以及這個是巴豐特的握把搭配Race競技版的拉桿 這個才是Race競技版的拉桿 對 所以說很明顯他的手指頭 連女生手指頭大概就是三隻 第四隻已經塞不進去了 所以他就是比較短板的 那 比較長板的話基本上你手指頭四隻就可以下去了 對好 然後配上這個 瓦甘達的眼睛 定位燈 瓦甘達的定位燈 好 然後我可以看到他前面這邊的部分 這個整個一直在跑馬燈 非常非常的炫 那這個是小戰神的方向燈 對 好 那同樣我們往下看呢 就是因為他的大燈 其實我看不出來好像有做一個眼鏡照起來 那沒有關係 然後他有大燈是有改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下面的部分 那他前面搭配的是L35的避震 以及對視卡鉗跟NCY的碟盤 然後他的輪框也是NCY的 好 那前面的前總層也整個就是黑色配粉紅色 然後加上鈦爾金的螺絲相關系列 然後就把他鎖好鎖滿 可是我看到一個最貴的東西 應該是這個鈦爾金的防藻球 好 這個是Posh鈦爾金的防藻球 那這個應該是算蠻貴的 這一顆應該 一組下來應該也要個 一萬塊跑不掉 好 那我們現在往後看他 這個是零售的油箱蓋 引擎套件是 是TRF的59300 稍微看一下他應該是空濾版本 因為他的胸蓋雖然是有挖 可是他並沒有開洞 所以說應該是空濾版本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空濾就知道了 COSO加大進氣箱 以及COSO的承動外蓋 那他也有引擎吊架是選用超級工廠的 然後同樣他裡面那個TPS 是有更換成IPS的 我們一樣有看到 然後我還有看到他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鈦合金的側柱 那這隻鈦合金的側柱呢 看起來像是 利歐帕的 對是利歐帕的鈦合金側柱 比較特殊一點 那還有他這一隻中柱 這是定製的鈦合金中柱 喔整隻是定製鈦合金中柱 喔有我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 材質上面看起來是鈦合金沒有錯 因為 他的焊弓方法比較特別 如果是白鐵的焊法會不一樣 這個 中柱很少見 後避震也是X2 他的輪框是G Pro的 輪框G Pro 螃蟹的卡鉗 那排骨的部分也是超級工廠的排骨 然後這個大哥也是鈦合金螺絲說好說滿 每一顆都是鈦合金螺絲 然後排氣管 排氣管是黃蜂的 黃蜂的S1的鈦合金排氣管 然後他的整流器是雷爾的 雷爾的整流器 再上APEX的後腳踏 那他這個車殼也有挖洞 然後裡面也有貼鈦合金的網子 我有發現他裡面細節都顧到 車殼有做挖洞 那他的尾燈是 龍靈尾燈 龍靈尾燈 跟那個DRG那個很像 然後他的後扶手 是搭配Race的 之前很多人都用網董的 然後後來Race有出他這個版本 是比較可以搬的 比較搬不斷的 只是我們還是不要搬他 等一下搬斷了 我們可能要賠錢 好那整台車呢 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桃紅色配粉紅色的風格 然後他的進氣口都有挖 然後都有做一些漸層 然後再配上一些黑色跟藍太的配色去點綴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風格就是 你要說很粉 可是他有少女風 可是他又帶一點點的 就是完整性跟帥度 那其實他都很漂亮 那今天的介紹呢 這台GETSR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你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鈴鐺 記得去追蹤信員的小編 好那掰掰 我們下視乎你 拍照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